伊朗再次被西方国家指控向俄罗斯运送弹道导弹 但是德克兰坚决否认 抨击这些国家别有居心 美国 英国 德国和法国 无视伊朗的辩驳 相继表态会加大力度制裁伊朗 乌克兰也不点名放话 会反击任何煽动冲突的势力 美国媒体近来引述知情者报道 华盛顿通知盟友 指伊朗向俄罗斯转让了短程弹道导弹 用在俄乌战中 伊朗外交部星期二否认到底 抨击有关报道是丑陋宣传 企图掩盖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 就在同一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伦敦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 共同启动美英战略对话之后 言之糟糟说 数十名俄军在伊朗接受了短程弹道导弹系统的训练 有关系统的最远射程是75英里 这些武器已经交付给俄国 并且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用来攻击乌克兰人民 这套oco持续通在里面 哇 这 hearts 俄 вид服务实区乃 stay 金边 无条件 预遭 黄 美 伊朗的舉動忍怒西方國家 美國 英國 德國和法國表態 將對伊朗實施新的制裁 包括向伊朗航空開刀 與此同時 為了重申對烏克蘭的支持 布林肯和拉米這個星期 將聯合訪問基辅 另一邊廂 美國五角大樓承諾 會與歐洲及中東的盟友和夥伴 密切關注事態發展 並堅定支持烏克蘭防禦 有關導彈系統 免得對烏克蘭人民構成威脅 對於伊朗的所作所為 烏克蘭外交部也表明 完全無法接受 並警告 這會對烏衣關係 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 外交部前一天召見 伊朗臨時代辦沙赫里亞爾時 已經把話說在前頭 司機也沒有坐以待筆 他在視頻中不點名伊朗 向敵人放話 任何助長俄國攻勢 煽動或延長俄烏衛衝突的勢力 必遭全球強烈反擊 自連司機也警告那些支援俄國總統普京的人 無防必會竭盡所能 不僅僅是保家衛國 也為了展現真正團結一致的世界